欢迎回到讲知证讲错 今次嘉宾是民主党主席胡志偉 特首参书人就有五个 不过刚才我们集中讲的是 林郑月娥和曾祝华那个比较 那个比较很多民主派说 因为要支持曾祝华的原因 是因为她比林郑月娥没有那么邪恶 刚才我们讲的是 你说林郑月娥妖过程序 原来曾祝华都曾经被你们批评 妖过程序 有些人觉得她不是的 不过你们曾经批评过她 你赞争就说她说会用人为财 在那个演词里面 林郑月娥都说她会用人为财 到最后他们之间的分别 究竟是建基于一些实质的东西 还是建基于现在公众的观感 我想他们始终都是很资深的政务观 如果从一个对政府的事务熟悉的程度来讲 大家不相伯众的 这个我想大家一定接受的 只不过就是今天大家看到观感 最明显的分野就是林郑月娥 似乎是代表中联办梁振英一伙的影响力之下的代言人 将来大家担心这件事 而曾俊华 大家从这一角度回头去看 他似乎没有得到中央的祝福 我都开始讲了 两个都是建制派的人物 在一个小圈子选举里面 其实到最后大家没有通过这个过程去改变了这个小圈子的特质 它仍然都是一个不能够获得市民港版接受的一个政治制度 但是在这个参与过程里面 其实大家从这个表象里见到 香港人或者香港社会是对于中联办中央政府 就是这样的干预 是用一角掀握两制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不可以接受的背景 一般香港人可能有他们那个观感 当然明白那种情绪 但是你们就是从政的 我想民主党 你们都入过中联办去讨论 你们都主张要沟通的 大家可以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可见的将来 没有一位特首是可以不得到中央的祝福的 这个政治现实 大家想不想是另一回事 但是你都应该明白这个现实 但是现在你的选择是不是 总之中央祝福哪一个 中央属于哪一个 我们就要选对面那个 第一我没有这样讲过 只不过这一个是一个客观的分析 第二个就是说你一定是从他那个 就是在过往的处事过程里面 比较上我们看到非常具体证据的 就显示到两个思想之间处理问题的时候分别 比如你会见到林郑月娥 她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间 我们看到她很强硬 我们看到她是有她那种想法的时间 她就一直推下去 然后就都不是很听人讲 最简单我们这样全文退保 她邀请了周景新教授 去帮她做一个研究 到最后的时间周景新教授做完那份报告 她回来去批评周景新教授帮她做这份研究 就是说在我们很多人眼中都觉得很熟悉这个退休保障事务的教授 她是不熟悉这个是政府的财政程序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是令人有很大的问号 两个人的政治底线你觉得有没有分别呢 我们没见到林郑的说法 但是我先一天跟林郑月娥来过民主党 她都表述了她处理那个政治矛盾的做法 她就说争议性的问题我不碰了 那么就尽量避开啦 而张珍就写了在份政纲上面 她说了就是说她怎样看831 她怎样看这个有三条 我想有一个分别的就是 就是她写了在这里的时间 写了在这里她会做 她要做的时间她希望能够全民共义 哲女行家我们见到似乎是一个 我会做但我都不会是用一个押下来的手段 去处理这件事 这些是智力行奸的 有时花了时间我们见到张珍 但这些是感觉来的 感觉来的 问题原则上是两点 第一民主派以前说要有普选才立23条 这件事是现在没有普选的时候立23条 不是不是 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我说民主党一直都觉得 你应该要有了普选之后立23条 社会容易是产生共识的 但问题就是 你如果能够是创造到一个普选的空间 然后是社会是一个和谐的气氛之下去处理这个问题 也都可以是容易一些达成一个共识 因此就是我们很期望就是 很期望就是曾俊华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先处理了她那个普选的问题 然后就去解那个23条的结 但当然了她给自己时间 这两年时间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没有什么可能是做得到的 这个都是少许的事是 impossible 但我觉得最关键的位置就是 她要做这件事 那个先后次序固然是关键 但怎样做都是关键 但你觉得她做的手法 好过林郑月娥 这个大家明白那个立场了 是不是这件事值得你们放弃一些原则 举个例子 831 她到今天没有承诺过 会为你们去争取中央收回831 对不对 这个是你们今年 摆施政报告建议的第一项 我们讲过就是 翻丁的831方案 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我也不想 我不需要和张曾去解讳她那段说话 那也是我们星期日 看到她的时间 会进一步去查询 问清楚就是说 她政纲上面所说的一件事 她会是如实将香港市民的意见是反映 意思是什么 不然之就是说 如果香港市民有六成的市民 或七成 或大多数市民 反对翻丁的831方案 然后其他的选项的时间 她是不是就会如实去做呢 但如果这样的时间 其实已经是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说她不会扭曲香港市民的意愿 然后按照五部曲的做法 是吧 她作为特首要写一份新的报告 新的报告会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 而在基础之下 希望捕捉到 因为中央政府不同意 就害不回局了 这样子我想背景是这样 但是你一直以来要求的是 要求特区政府要中央收回831 就是在讨论政改表决之前 你坚持的就是你不收回831 没有得谈 那为什么今天她没有承诺收回831 你觉得是有得谈 我刚才再说一次就是 作为一个特首 她根据五部曲是必需要 按照香港实际情况 去写一份新的报告上去 我意思是 在讨论政改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你满意曾祥寅的答复的话 你政改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都很满意 而林郑月娥和梁振英的答复 跟我应该反映你的意见 但是中央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就是你会见不到 你见不到就是 林郑月娥或者梁振英 在当时是用一种 是觉得是会完全反映了 香港人的看法的意见的 你会见到在开始的时间 她做了一份咨询报告 然后修订了缩诈的范围 你见到她自己提的所谓的意见书上去的时间 在那个有关香港人的意见 反对一个就是 反对一个很筛选的机制的话 其实她是放得很低层次的 因此我想从这些角度 大家会看到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我们当然需要再一步探讨 但是要重启政改的话 其实是一个特首 它能够是全面的 是反映到香港人意见 然后按照我们香港人的意愿 是向中央去表达这个意见 是非常之重要的 这些质疑呢 其实不是我提出来的 是你们民主派其他人提出来的 明明明明 质疑 为什么你可以把这些票给她呢 但是很多说了就是 你会不会讲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 曾祖华在831上面 她要有一个什么的态度 或者不要说只是曾祖华 其他候选人 他们在831上面 要表达到什么的立场 民主党才会给她票 我自己觉得 当然了 我们一定会综合考虑那件事 如果民主党 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 但是如果从现时来说 我们眼见的 譬如说 有些候选人去说 他只会翻评831的方案 有些候选人说 我的问题是 民主党现在你们有自己的立场 是不是 我想先说一件事 因为这件事 其实不单止是一个综合的考虑来的 因为我们说了 今次的特首选战 其实是一个要很策略和智慧去运用的过程 我们希望是 就是从一个重新是开局的时间 其实你都要有一个 是可以大家是工作到合作到的特首 是去作为一个桥梁去处理有关的问题 就是说 今次你不是拿着 你们自己心里面的那把尺 去量度哪一个 符合你的标准 其实我们的尺路都没有变过 反而 我听你的态度 似乎是看完所有人出来的东西之后 然后是量身定做一个 可以套下去的标准 不是 因为我们的尺路是没有变过的 第一我们的尺路一向都在说 就是说 我们是觉得翻评831是完全不能够接受 这个是清楚的 因此就是说 特首就是候选人或参选人 是必须要提交一个有效的想法 究竟是怎样做呢 才可以离开到这个831的框架 那这些是我们会追问的问题 当然刚才你说 就是曾祝马写了两句 那我们当然还没收货 是吧 所以都要等我们正如天的时间 再见到他 再问清问楚 我们才能够做进一步的探讨 但是你说 我是交罰翻评831的了 那我们就不收货了 清楚 那胡官提了一个想法 他都是在这个基本法限制之下 去提一个新的建议 是吧 他都没有说要怎样收回 他只不过提新建议 那其实观念上面 就跟陈老师说的一样 一样 作为特首区 他应该要写一份新的报告上去 是清楚反映到香港市民的意愿 从而说服中央政府 这个是会符合到香港利益 都符合中央利益的做法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你就算放弃的原则 有人觉得 都可以 不过 问题就是 你换到什么回来呢 在政策上 在这个选举里面 完全没有讨论 包括民主党自己 都没有提出过一些政策的要求 是否觉得这些不重要 民生 经济 社会 在这个阶段 现在我们讲的一个提名 和是决定 我们要分开处理的 所以这个阶段 我们要处理的就是 我们提名 放些什么人 就是进去最后的比赛 而我也很清楚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连放人进去比赛的时间 你都不是很策略性去考虑的话 你在后期的 就是那个政光的进一步讨论 政策的进一步讨论呢 其实你反而 还会没有任何的谈判筹码 因此就是说 我会觉得 这个阶段 我们很清楚就是 我们分开处理 提名权和这个投票权 就是独立 通过这个过程的时间 我们在下一阶段 就会进一步去善述 和我们表达 我们有些什么要求 因为他还要争取我们投票 就是说在提名的时候 你们是不看政光住的 你只是顾及了 刚才你说的政治上的问题 我们先考虑政治上的问题 到下一阶段 就要再进一步比拼 管治蓝图 治港班底 他那座施政的理念 他如何有方法 是说服到香港市民 他值得支持 好 多谢上海港政港所 港政港所 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